举华 小张同志来了吗 他在呢 村长 村长 我来 我来 有事啊 村长 小张同志 听说你们单位要叫你回去 对 单位说让我马上回去 说是有重要任务 那你什么时候走 明天 那凤霞的事呢 凤霞怎么办 是啊 叔儿 婶儿 胡老师 到底出什么事了 来 千儿 告诉老师 你今天为什么不参加比赛 这孩子不争气 胡老师 不是 胡老师 你正好一块儿吃饭吧 坐着坐着坐着 坐着坐着 我吃饭了 吃了 我就想知道 他今天到底是为什么 这不是他爹 正好也跟他生气呢吗 大叔 你不会又打有庆了吧 清儿 伤了没有 你别碰我 有庆儿 你到底有什么事 你告诉老师 老师一定帮你解决 胡老师 这孩子不成气 不比就不比了 不行 有庆儿是学校最好的运动员 而且 以后还有很好的发展前途 他不能不参加比赛 清儿 明天一千五百名 你一定参加 我不参加 你 清儿 你清 你这到底是为什么呀你 胡老师 胡老师 你才做孩子不懂事 坐着说 这是全线运动会 这种机会对你来说很重要 你要知道 这不单单是为学校争光 也为了你自己的将来 你到底是 有庆 胡老师说话你听见没有 明天好好比赛啊 我这儿不听 你又想挨打了是不是 大叔 我不要你管 清儿 你干什么 胡老师 你别生气 你别生气啊 没关系 你快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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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侠 来 坐坐坐 تع pill 坐 凤侠 明天我要回去了 凤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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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要走 是我们单位 要让我回去 什么 什么呀 凤霞 凤霞 你等等我 有气 有气 你不是一直和老师 很好的吗 这两天 你心里肯定有事 走 和我到学校去 今天晚上就住老师那里 有什么心理事 跟老师好好地谈谈 雨晴 你听胡老师的话 跟胡老师去吧好不好 雨晴 老师要是犯了什么错误 你可以批评老师 老师一定改 不许瞎说 走 叔 我们走了 我们走啊 胡老师 路上小心点 放心吧 花你好 好 大夫就让我找到了 把你带着 放这里 对你住了 又有啊 不oria 好了 swords 这是省里来的张同志 焦凤霞跳舞的 这是有庆的老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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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同志 进来坐吧 好好 我送胡老师 好好 走吧 胡老师 走 张同志 大叔 那天晚上在祠堂 焦凤霞跳舞的 就是他吧 对对对 是他 胡老师 那你慢走 我 好好 有劲听话啊 张同志 大叔 坐 大叔 大婶 我明天就要回省城去了 你明天就要走啊 那凤霞怎么办呢 大叔 单位说让我马上回去 说是有任务 张同志 现在只有你能帮凤霞了 大叔 大叔 大婶 你们愿不愿意 让凤霞跟我走 你要带凤霞走 对 我带凤霞去省城 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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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霞是个不可多得的 很有天赋的舞蹈苗子 我想带他到省城群医馆 去跳舞 让凤霞去跳舞 对 但是 让凤霞今后想从事舞蹈工作 就必须先把他的耳聋病治好 我父亲就在省城中医研究所工作 他就专门研究 怎么去治龙亚病人的 到了省城以后 可以让凤霞 先到我们家 让我父亲给他看看 是这样 张同志 给凤霞治病呢 是好事 我们都同意 这治病是要花钱的 这钱 大叔 大婶 钱的问题啊 你们就甭操心了 我们家有个小保姆回家了 一直就没有回来 可以让凤霞先到我们家 去做小保姆吗 一边呢 他去挣钱 一边去看病 你们看怎么样 大婶 要不 你们先商量商量 好 商量商量 胡老师 你是不是不希望我姐啊 没有啊 谁告诉你的 你是不是就是为这事 盛老师的谢 相信老师 明天好好比赛 懂吗 来 老师背你 来 来 老师背你 来 来 你臭小子这么沉 走 张同志是个好人 让孩子跟他去吧 嗯 一想到孩子要走啊 我这心里真是 当初不得那场大病就好了 这都是命啊 有青还不知道呢 那明天让凤霞去看一眼有青再走 嗯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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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同志来了 呦 是吗 快快快 哎 给我记上 来 闺女 你想好了要跟他们走 嗯 闺女愿意 好 走吧 走 哎 张同志 哎 还得麻烦你个事 什么事 跟县里的同志说一说 说让凤霞到学校去看看他弟 他弟还不知道呢 哎 哦哦哦哦那学校远不远 不远不远不远 就在去县城的路上旁边啊 那没关系 我跟司机同志说 好好好 行行行 行 那就行 冯霞 冯霞 好门哪 走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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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回去吧 哎 没事没事 送送你 去吧 上车 上车 去 来 来 你们回去 哎 来 我们送送送送送送送 来 等会儿等会儿 我们上车 我们上车 等会儿 你记着吧你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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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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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行啊 啊 福贵这辈子算是值了 小车都坐上了 不是啊 这你多大官才能坐上啊 这 哎呀 哎呀 不知道咱啥时候能坐上啊 啊 你 你 我坐上你都坐不上 你看你 昨天问你疼不疼 你还说不疼 我能跑 行 到 快点快点过来 过来 过来我过去 快点 你在地上跑道 来 其他同学站好了 做好活动准备 马上比赛啊 行 快点 记住 前几圈跟着跑 最后一圈再冲刺啊 好 好 好 大叔 司机师傅不能等太久 你们快着点啊 哎哎哎哎哎 走 各谢各位 预备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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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嗶嗶 哎呀师父 他们马上就回来啊 您别急 快跑快跑快跑 你动过动过快跑快跑 好好好快跑 大叔 哎呀你们快着点 司机师傅都等着急了 来了来了来了 你快点快点快点 来来来 走走走走 上车 我就不送你们了 好好好 儿子还在里边跑步呢 好好好 行您放心吧啊 走吧 来来来凤霞上车吧 上车上车 进城了 司机师傅都等着急了 上车吧 快 大叔 那您放心吧啊 好好好 哎呀放心放心 大叔 放心吧啊 好 哎呀 哎呀 哎 放心 大叔 放心吧啊 哎 哎哎哎哎 快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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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能跑第一吗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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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 哎哎 累不累 不累啊 不累啊 我姐呢 哦 对 你姐跟张同志走了 什么 跟张同志走干嘛 到她家当保姆去了 我为什么到她家当保姆 凤霞自己也愿意 老叔我知道了 快把凤霞追回来 我也不让我姐走 对 就对 来来来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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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同志 去省城的车走了没有 我们一个多小时啊 啊 是不是还有一趟啊 你姐就一般 都是你 你要不打我 我们就能就让你骑车了 都怪我都怪我 胡老师 咱过一阵子 把凤霞接回来 啊 走吧 走 晓儿 走 慢点 大叔 哎 我就不去了 啊 学校还有事呢 对了 有兴需要好好休息几天啊 哎哎 那你进去吧 好 爹 胡老师喜欢我姐 都怪你 一会这么说一会那么说 早知道胡老师喜欢你姐 你姐不就不用跟着张同志走了吗 我怎么知道 你 行了行了不说了 这次跟上子不一样 过一阵子把你姐接回来就是了 啊 走走走 走 小匆 爹背你过河 我自己会走 爹昨天打你打错了 今天背你过河啊 爹心里好受点 我不会让你好受的 这小小岁数你就知道报复你爹了 我不是地主 我要腿我能走 你这个畜生 爹想心疼你你都不知道 想当年你爷爷过河都没人背 你有人背 你爹也不想让别人背 那是别人非要背你爹 你跟你脸都红了 你骗人 这畜生怎么就知道跟你爹也死掐啊 你也和你爹死掐啊 谁告诉你的 我 你那点破事谁也不知道 你还知道什么 不说 想吓唬你爹是不是 我也让你当一回小地主 我给你帮你帮你帮你 来 侯霞 凤霞一走 胡老师激坏了 我觉得胡老师真是喜欢凤霞 咱凤霞有福气了 我跟胡老师商量了 过些日子就把凤霞接回来 嗯 别 等我放假来 让胡老师自己去接 我也要去 不贵 来来来 吃吧 来来来 吃吧 我吃我吃了 怎么才吃啊 有气 行啊 今儿可是长脸了 第二名 我腿疼 要不我能跑第一呢 今儿咱们村儿 可去了不少人去看 这回来都说这孩子有骨气啊 得住上 给你爹长脸了知道吗 你下次记住了 告诉他们 我是徐家川的 爹叫福贵 娘叫家珍 他们结婚的时候你们都看过 还吃过洗糖呢 行了 别丢人了 咱们不丢人 记住没有 我说福贵啊 家珍可是沾了你的光了 外面有几个人认识她的 可没有一个不知道你福贵的呀 你说这风头怎么让你们家都出劲了啊 这不怪我 徐家的种子好 有有有 你看看得意的 你看看得意的 我忘了件事 夏臣 听说你爹要回来了 我爹要回来了 是外公吗 当然是你外公啊 乡里干部说啊 公安局还到乡里去调查你们家的事呢 调查我们家什么情况 哎呀 你紧张什么 坐坐坐 乡干部说啊 公安局到乡里了解情况 乡里把你的事一说 逗得他们哈哈大笑 哦 这个 逗大家高兴高兴 也不是什么坏事 有没有说我爹什么时候回来呀 说了吗 要 我把这事给忘了 你看 行 我明天到乡里去问一下 嗯 外公长什么样 见了你就知道了 见了就知道了 快吃 大家可都听见了啊 明天早点来 那东西可壮扬 狗东西最壮扬 呦 爹是您的 你买肉吧 胖的 你什么时候有这么一个爹啊 哎 你等等你等等 你闺女嫁给我 我不去管你叫店了吗 放屁 哎 屁多钱一斤 我管你多少钱一斤 你自己留着用吗 哎 哎 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 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 哎哎哎干嘛 你干嘛去 肉啊让狗叼走了 好啊你给老子过不去 我说你八本吃不上猪肉 你帮我去那边买三两肉好不好 我帮你看着菜 为什么我要帮你去买喽 他怎么卖给你啊 哎 我跟他吵架了 那好吧 哎哎 我给你人 三两啊三两 哎 买菜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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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芽芹菜 菠菜 我买多菜 啊 我买青菜 买这个啊 买菠菜 你要多少 买一把 买一把 哎 哎他来了他来了 哎哎 哎哎来来来有人买 哎好 好好好 快快快做生意做生意 哎没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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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猪头卖狗肉喽 啊 挂猪头卖狗肉喽 你你你你还我 我 我不卖了 你怎么知道这就是你的肉啊 哎 谁说这肉不是我的啊 你是猪啊 哈哈哈哈 不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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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菜,蘆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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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蘆蔔,蘆蔔,蘆蔔算好的,蘆蔔的,蘆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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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刚把我放回来 家里人都好吧 好好好 咱回家去吧 走 你等等 我得给孩子们买点东西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 爹 回家去走 家真好吗 好 凤霞和有庆呢 也好也好 有庆都上学了 叔叔 多得好吗 好好好 这孩子就是不长个儿 比他姐矮一头 怕是营养跟不上吧 是 这孩子生下来就受苦 饱一顿鸡一顿的 没别的毛病吧 没有没有 你别看他个儿矮 他跑几步来可快了 参加学校的运动会 老师们可喜欢他了 好 那就好 凤霞呢 凤霞也好 凤霞跳花鼓灯跳得好 跳花鼓灯啊 爹你别担心 现在跳花鼓灯啊 不是要饭的了 上边的领导说 是文化艺术 新社会好啊 你这是 我也刚进城 买了点肉 肉呢 刚才让狗给叼跑了 你怎么不早说呀 来 去买点肉 不不不不 爹哪能用你的钱啊 不能不能 你怎么说这种话 快快去买去 那爹还是你去买吧 怎么了 卖肉的那个胖子啊 想取凤霞 我们都没答应 后来还吵架了 卖肉的想取凤霞 那好 你等着 我去买啊 好 政府啊 又让我回梁栈工作了 那太好了 政府对我还是挺宽大的 我没跟那些人走啊 是对的 爹 严莉莉的父亲 严老爷 后来去哪儿了 解放先期 他和国民党的军队 逃离了大陆 好像去了香港 怎么 有他的消息啊 没有没有 我刚才在路上 看见严莉莉了 他参加解放军了 还是个大官呢 严莉莉当的大官啊 好像是个连长 他后来去省城读书 听说参加了共产党 这要是家珍 当年跟他一块去省城读书 不也是解放军了吗 如果是那样该多好啊 凤霞和友庆 都能过上好日子了 这都是命 命里注定的事啊 村里人对你们还好吧 好 学校对友庆好吗 好 好 没有人再提你过去的事啊 我是贫农 我更好 好好 好好 佳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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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来了 佳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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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佳蓁 起来 爹 佳蓁 起来 爹 我还以为这辈子 见不着你们了 快起来起来 爹 爹 进屋 进屋 家珍 进屋 来 进屋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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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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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把这铅笔盒送给我姐 铅笔盒是留着给你读书用的 你只要心里想着你姐就可以了 我会好好读书的 我要当运动员 我找她要照顾我姐 你姐不用你照顾 我可以照顾她 快 放下来 过几天 我就去梁站上班了 能领到一份工钱 吃饭没有问题 还能省些些钱来 供咱们有庆读书 你就留着自己用吧 现在家里条件都好了 欠人家的钱也都缓上了 那五亩田种上贡米了 来年要是有庆能考上初中最好 要考不上 就帮着回来干活 有庆可壮实呢 一定得让有庆读书 得让她读书 老叔 老师 胡老师 老师来了 娘 有庆儿 叫外公 叫外公 叫外公啊 外公 有庆儿 对对 是触不上 外公 别来天是胡老师 有庆的老师 有庆的老师 对有庆可好呢 对对对 外公你 别别别 胡老师 胡老师坐 不不你坐外公 我一起包酒了 好好好 你要我也包 你不行 你手脏了 别坐 你洗洗手 是 快洗手 过来 别坐了 爹 我看凤霞 咱家现在就去凤霞了 是啊 是 要不然就齐了 好 比我想象的好 胡老师 来来来 洗干净了没有 洗干净了 洗 清儿 来 别烫 叔 你看看这个 我 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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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庆儿 身体素质非常好 又很聪明 讲了以后 很有可能成为一名 优秀的运动员 点 好好 好好 能成为运动员 可就真有出现 有出现 给你拿换个海枪 好好好 行了 明年呢 全地区就要去办 小学生运动会了 有些人代表我们县 去参加比赛 如果在这次比赛里 能够取得好名次的话 那就有可能 参加全省的 小学生运动会 那 那样是在全省 跑了第一 是不是可以参加 全国的运动会啊 全国 目前还没有举办过 不过 如果在省里 也能取得好名次的话 就有可能 直接进 省体校 省体校 对 省体校就是 专门培养运动员 和体育老师的地方 来来来 畜生 要进 好好给爹跑啊 那你以后不许打我 我要再打你 你就骂我地主 别乱说 别乱说 他就暗下说 整天把地主放在嘴边当歌唱 我是贫农 我是贫农 不能乱说 爹 爹 吃饺子吧 吃饺子爹 爹 爹 我来吧 爹吃 好吃 我可真想风霞 那天没赶上 赶上了 风霞就不会走了 那不都是你 怪我怪我 我该死还不行吗 我该死 大家吃 爹 你吃 吃啊 爹 好 自己来 自己来 吃 吃啊 咱这 有姓 有姓 你们家的信 有姓 你们家的信 你们家的信 我要去玩了 爹 爹 你的信 怎么会有我的信呢 张同志的 张同志的 你叫胡老师 胡老师 胡老师念 胡老师念 大叔大婶你们好 凤霞和我平安到达 一切都十分顺利 现在凤霞就在我家当保姆 凤霞很聪明 我母亲和邻居们都很喜欢她 胡老师快念 快念 我把她带到我们单位 我让她跳了一次花骨灯 单位里的领导和专家们 都感到很惊讶 快念 胡老师 念快念 现在他们都在帮着想办法 和沈中医院联系 看能不能治疗凤霞的聋哑病 听说沈中医院正在研究 用中医治疗非先天性聋哑的儿童 胡老师 什么是非先天性的聋哑啊 就是说生下来不是聋哑 那咱凤霞生下来会说话 对 对 对 胡老师 你快念 快念 具体的情况如何 还不知道 我会及时给你们去信 没了 没有了 好好好 胡老师 我看看 我看看 臭伤 你别气 臭伤 你撕破了啊 我看看 胡老师 这病真的能治啊 麦公 信上只是说 正在研究 具体能不能治还不知道 要真的能治该有多好 是啊 胡老师 你觉着行吗 婶 你放心 不管能不能治 我都对凤霞好 好 我喜欢凤霞 孩子 不哭 这是好事 好事啊 我知道 我知道 爹 那个胡老师啊 人可真好 是是是 富贵 他是真的喜欢咱们凤霞吗 真的喜欢凤霞 凤霞走了之后 他都急坏了 好好好 那好 那好 小阵 爹你干什么 这点钱你留着 给孩子们买点 爹 家里用不着 这个您自己留着用 我留着他干什么 在农场啊 我是超气劳教人员 我给他们记账 这是他们给我的补贴 来 爹 给孩子们买点东西 不能老让人家胡老师吃亏 爹 爹 还早着呢 早着呢 你啊 先拿着 以后再说 爸爸 以后再说 这钱留在家里边 我心里踏实 好 我走了 可以 你 我走了 要真没 好 我走了 我照顾 去 你 小阵 你 行了 我 你 回吧 掩埋回来了 佳蓁 你猜我今天在县城看见谁了 谁啊 颜莉莉 颜莉莉 你没看错吧 没错 就是她 她看见你了吗 她没看见我 那你怎么不把人家领家里来看看呀 她现在是解放军了 她当解放军了 是个连长 这都十几年了 可不是吧 我第一眼我都没认出来 她变化大吗 我没看清楚 你是怕寒碳躲着人家是不是 不是 你要是当年跟她一起到省城去读书 那没准现在也是个解放军军官哪 那我就得国军投降了 行了你 人跟人不一样 你不要那么想 你不要那么想 如果不然 其实这家人 你的真是 那就是很个连长 你都不而言 得了 那你到处了 现在是谁住着呢 莉莉 莉莉回来了 她现在是解放军 你认识她吗 认识认识 她现在人呢 到邮电所打电话去了 喂 妈 是我啊 家里好吧 你身体好了吧 你别为我车进 我这儿挺好的 行 你身体好地做了 一定要把身体性燃好 那个宇同志 你都常通电话接通了 请到二号机 好 谢谢啊 是你 徐 徐富贵 对对对 我是富贵啊 家真的好吗 好 好 孩子们呢 孩子们也好 我听说 好像是一儿一女吧 对对对 女孩叫凤霞 男孩叫有庆 女同志 快接啊 我接个电话啊 再见 喂 我是严莉莉 什么 好好好 我知道了 好 我马上回去 好 好 这样 好 再见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部队有急事 让我得马上回去 你告诉佳珍 我也不能去看她了 下次吧 福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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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那我马上得走了 现在就要走啊 现在就得走 多保重啊 好 来 回来啦 嗯 福贵 她走了 谁呀 严厉厉 你去找他了 我不是去找他 碰上他 在哪儿碰上他 他正好从邮电所出来 你怎么去那儿了 我去看看 有没有奉侠的信 瞎说 他说什么没有啊 他没说什么 挺着急就走了 不怪 咱只管这好地演好孩子 以后这样的事不要再做了 啊 小庆 爹 我姐来信了吗 来了 我姐怎么样了 张同志说呀 省里的医生特厉害 以后你姐没准能张嘴说话了 那我回去看见你 等等 你怎么不穿鞋啊 我娘病了 我不想让她老给我做鞋 那你想不想当运动员了 那我回去穿 快快快 坐这儿 你干什么呀 你坐这儿 坐这儿穿鞋 当运动员就指望这双脚呢 你把脚扎破了 你怎么跑步啊 好好给爹跑啊 跑出个运动员来 让你姐高兴 让你娘高兴 让你外公高兴 让全村的人都高兴 听见没有 知道了 到最后还是让你高兴 让你爹高兴不好啊 那你让你爹高兴了吗 不许这么跟你爹说话 为什么呀 我说的不对吗 你不让你爹高兴 我为什么要让你高兴啊 你爹是为你好 那你爹也是为你好啊 不懂 当年你爹要是听了 你爹的爹的话 现在都不知道在哪儿呢 蹦蹦 蹦蹦蹦 几枪了 五枪 对呀 五枪能不死吗 不贵 说什么呢 这么高兴 没说什么 蹦蹦蹦蹦 蹦蹦蹦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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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不贵 真挨枪的可没这么舒服 我能不知道吗 我当过兵 我亲眼见过老全死 你那是国民党兵 不对 我差点就当了解放军了 就你 下辈子吧 下辈子吧 爹 你当过国民党 下辈子 下辈子 他谁谁不成了 下辈子 下辈子 受不了 稳